各位维珍会客室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的维珍会客室请了黄伟宜老师 他是圣诗学的专家 他曾经教圣诗学教非常非常长的时间 我们一直非常希望可以请一位圣诗学的专家来跟我们聊一聊 到底圣诗是什么 教会还需要圣诗吗 那我们首先就请我们维一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一个招呼 嗨各位维珍会客室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维一老师 很高兴在这里跟那个小花小明老师一起对谈 谢谢维一老师 说到圣诗学好像很大的一门学问 然后圣诗现在对所有人觉得就是礼拜天 我真的还看到那个就是摆在那个座位的那个格子里面 那大家已经多久不去碰它了这样子 那圣诗好像是个很陌生的东西 就一个歌本一样的东西 好不好 而且维一老师可以告诉我们就是圣诗集是什么 怎么会有圣诗学 教会为什么会有圣诗对不对 好像每一个中派也早期都中派有中派的圣诗集 那我们看起来不就差不多吗 这首不是出现在那里也出现在这里吗 那有什么差别 我们今天有很多的问题要问您 那就麻烦维一老师可以先从到底圣诗集是什么东西 那圣诗学慢慢的来告诉我们 是 好 我先从说圣诗集这本书是怎么样一本书开始说起 我想对大部分人而言 圣诗集就是一本音乐的书 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拿来就是拿来唱 就是请弟兄姐妹翻开第一几首就开始唱这样子 可是其实它是一本音乐的书没错 可是它不只是一本音乐的书 它里面其实 其实圣诗学研究的范畴是以歌词为主 并不是以音乐为主 所以它整个历史的发展是在讲歌词这样子 所以如果从歌词的角度来看圣诗的话 它不仅是一本音乐的书 它也是一本文学的书 它也是一本灵修的书 等一下我会稍微解释一下 它更是一本神学的书 所以其实有很多大目者 譬如说John Stoke 很多大目者 他们都是一本圣经 一本圣诗 因为圣诗对他们而言 是神学的开花结果 所以它等于就是 跟神学这个路线 跟教会历史是一个平行 又交织在一起的东西 所以如果舍弃它不用 等于就是硬生生的 把我们的信仰的一个传统 硬是把它切割掉 所以我对这个问题真的是很不解 就是说这个是存在于 过去历史一直到现在的东西 我们怎么可能把生命当中 信仰生命 我讲是信仰生命 信仰生命当中一个部分 硬生生把它切割掉 对 那我刚才讲说圣诗 圣诗集是一本文学的书 音乐的书 其实里面的经文 还有音乐文学 都是来服侍神学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 是因为里面有很多神学的思想 然后文学的一个意义跟功能 它能够让神学更stand out出来 更显现出来 然后音乐的功能是能够让 我们唱的那个圣诗更容易记忆 而且音乐是一个非常powerful的东西 它能够让我们更进入到 那个词的情境当中 那灵修这更不用说 因为这是历代诗人 跟神的关系的交通 所写出来的东西 所以不管从灵修的角度 从音乐的角度 都是对我们而言都是必要的 都是非常必要 然后我可以举 比如说灵修的一个方面的话 比如说耶稣恩友 福音诗歌 耶稣恩友 或是说主耶和华引领我 等等这些诗歌 跟我们现在一个天路课的人生历程 其实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过去诗人所面临的问题 状况处境 如今在我们这个现在 我们在这个时刻 还是会遇到 就是一个天路课的共同经历 然后还有我相信 使徒心经里面讲的圣徒相同 过去圣徒所经历到 被圣灵感动所写下的东西 如今还是可以成为 我们生命的帮助 对 是 所以文英老师 其实你刚刚给我一个图像 你知道吗 就像我每天 主日我去站在教会前面 一本圣诗 一本圣经 而实际上圣经是那个根基 对不对 然后经过我的生命经验之后 我是一个诗人 我就写成了那个诗歌 诗词在那里 那那个是我用文学去表达 我在不管是灵修 或神学领悟 生命经历里面 把它整理出来的 所以实际上教会里面 圣诗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因为它展现了信仰的 那个生命 对不对 你刚刚用开花结果 我听到 对 其实它是很美的 可是我们今天简直没有这个概念 我为你今天的教会敬拜 我没有那本圣诗集 投影片我了解那个功能 因为现在像我这种老花眼 也需要麻烦把词打出来给我看到 我都一样 但是那个词的本身是你刚刚说的 就是那种扎根的神学在里面 以前我知道我们圣诗的做词家 他们都是诗人 那他们的神学或者经文都是非常熟的人 才能够去写一个圣诗 这样子对吧 那所以你刚刚讲的我觉得很精彩 就是说是根本不只是一个音乐的书 是文学的书 是灵修的书 是神学的书 照理来说是基督信仰的精华 对不对 是基督信仰的精华 对 那可不可以问您的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 那像你自己本身在长老教会 像PCUSA 那我们看到早期 什么万国颂养 什么各种圣诗集 不同的圣诗集 那不同的宗派有不同的圣诗集 那当然也有近代什么教会圣诗 什么青年圣诗 什么生命圣诗都有 那对我们一般人看不就每一本都差不多吗 有几首也都在里面 有几首可能那几本找不到这样子 那你刚刚讲的神学 是不是每一个宗派的神学 影响这个宗派的圣诗集 每一个宗派的圣诗集 有没有他特别强调的神学 或他的信仰最看重的那个教义这样子 我想是有的 但是跟之前比较起来 我觉得现在开放很多 他们是更愿意更纳入更多元的声音 就是其他教派的一些专家 他们所持守的立场 就是Commonality一个共通性 那当然除了这个共通性之外 长老教会是非常讲究社会公益跟实践上帝的爱 因为长老会的创始人是加尔文 所以他本身是个律师 他也是经历过政治改革等等那些过程 所以在长老会当中加入社会 进入社会关怀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部分 以至于在圣诗的编辑当中 这个也是会非常重要的 我们新的那本2009年 台湾的那本 有加入生态 关注生态 性别平权 定根本土 本色化等等这些 这个就是 这个宗派他所很重视的一部分 那当然跟大公教会其他 普世性的一个信仰价值还是存在的 譬如说福音 譬如说上帝的创造 圣子的救赎 这些都还是收纳在 一定要收纳在圣诗集当中 但是除了这些共通的价值之外 信仰价值之外 他还加入我刚才说的那些东西非常特别 那在音乐方面当然更开放了 就是很多都来自于不同 那个民族风的东西这样 那当然这个一个圣诗集的编辑 是有很多层面的专家一起来的 包括神学专家 牧者 第一线牧会的人 然后神学专家 神学院的老师 那音乐家 音乐传道者 我想这些就是多元的 多层面的专家来一起研讨 然后商讨很多过程之后 再来决定什么要什么不要等等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过程 所以它不是只是把一些歌收录过来 那变成一本书 它觉得有到后面一个要代表的 那个意义 就是代表他们的神学的精神 对 我们一般人真的都不懂这个 对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对我来讲 一本圣诗集 非常宝贵 我认为那真的是一个很很宝贵的一本书 对它真的不是只是一本音乐的书 对 嗨唯一 我们好久不见了 对小明老师好 我们是小明牧师 我们是老朋友了 我们都有共同的音乐的背景 所以其实圣诗的定义 应该是比较宽广一点点 所以我们也没有要排剧风格上面的差异 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好的现代创作的诗歌 我相信在将来的圣诗集里面也都会收录他们 对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反过来很多人开始拒绝使用圣诗集 或者拒绝唱某一个年代以前的歌呢 这中间的互斥的现象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你有没有一些你的观察的角度 其实圣诗的发展其实都一直在发展 但是19 就是20世纪有三波的那个灵人运动 特别是第二波的灵人运动 我想那个造成的影响很大 它并没有造成分裂 但是它的确在教会当中造成很多纷争 那我想这背后还是神学上的问题 特别在 但在礼拜的形式上 他们希望展现更活泼的一种敬拜方式 所以对于他们而言 可能圣诗是一种老扣扣的东西 因为要唱那么多字 其实包括我们长老会的牧师 有一些很熟的牧师 我就问他说 你只是因为你是长老会的牧师 你就唱圣诗吗 他说不是 他是真的我们的共同看法 就是他真的是非常有内涵 可是曾几何时这个内涵 很多东西变成是一个负担 好像好像在那个在那个礼拜当中 要的是快速的东西 要的是简单的东西 反而这种丰富的内涵 正面怎么会变成一种负面的东西 就太多了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 我觉得词汇有代沟也是一个问题 因为早期的那些翻译 可能那个词语词汇 已经跟现在我们的年轻人 或是说教会的族群 我觉得有那个脱节现象 可是这个是可以改进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圣诗集 为什么每隔几年或是十几年 就会再换成一个新的 就是出版一本新的 就是一直在改进的状态 翻译的词可以改进 音乐可以重新选择 哪些东西已经不在 很久没有人唱 也可以拿掉 拿入新的元素 所以甚至不是 我觉得它是一种动态 它是可以一直在改进的状态的 所以也很多中派在做这个事 是 所以韦宜老师 我一直在提倡的就是 我们可不可以从 像我就已经做了一些 我在重新翻译 比较现代中文的一些歌词 我相信韦宜老师也是很有负担 我们希望以后可以跟韦宜老师一起做这件事情 而且事实上韦宜老师 虽然他是圣诗学老师 可是他并不是那种 他刚刚自己讲 他用一个台语 台湾话讲说 老可可 就这种很老气很土气的东西 他说圣诗不是那种东西 他也说我们可以去改进他 可是他里面有很深的东西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韦宜老师 我们好像谈过就是 他的歌词 比如说他四节五节歌词 我们家就嫌他太长了对不对 然后结果呢 就有人决定说 他来唱一三五节就好了 有没有 那韦宜老师可以评论一下 这种唱法 其实他省略了什么 因为他觉得 你刚刚讲的 快速唱完 来来来 不用唱那么多 五节好长哦 这样子 来我们来换一些东西 那可是 明明五节歌词 我们都知道他有渐进铺陈 韦宜老师可以跟我们更多说明 可不可以举例 或者说跟我们说明就是说 你把他本来铺陈好的神学 对不对 他的文学到神学 到生命的代表 他铺陈的很好 到最后一节 然后你就把它决定一二 一三五节唱就好 这个到底对我们的敬拜 有没有影响 我告诉你很多人不认为 我就选一三五节唱就好了 请韦宜老师给我们一点 我觉得千万不要因为错误的动机 去删减 比如说有时候我们来不及了 那个什么 今天时间拖了 所以我们就 就只唱一三节 或等等这样子 那我诗人在写那个 他在那个创作他的诗词的时候 其实都是一个完整的意念 那我可以举像 比如说那个以撒华兹 每逢思念奇妙诗教 他总共写了四节 那刚刚我有讲圣诗集 也是一本文学的书籍 里面有很多文学的手法 以赛华兹是一个天才 他在语言上面是一个天才 然后他那时候 他为什么会创作 一生创作六百多首的诗歌 是那时候看那个 加尔文所提倡的只能唱Salter 就是那个诗篇 所以已经在教会当中 已经没有生命的泉源 他是因为看不下去这个状况 所以他就融合的那个 马丁路德那个支派 跟那个加尔文这个支派 然后重新再加上神给他的恩赐 跟对语言的一种能力 后来就写了他的诗歌 所以他的东西真的是 不管是神学或是文学 都是非常造诣非常高的 所以他被尊称叫做 英国圣职之父 那我刚才举的这首诗歌 基本上每个宗派 都会收集他的 美风那个思念奇妙诗教 他这个地方用到一个建成法 他是一个文学 非常造诣非常高 他用那个建成法 所谓建成法就是 你的文字安排 句子的安排 都是经过设计的 为了要传递 传递一个信息 就是文字的安排 句子的安排 都是为了传递一个重要的信息 那这首诗歌传递的信息 就是神救赎的大爱 所以他那个 所以他这个 他这首那个圣诗 一开始只是说 他的眼光朝向看 每逢思想十字架 看到十字架的时候 然后后面就开始衍生了 他放下了什么 然后那个什么 他只夸十字架这样子 然后到最后呢 他线上 最后一节线上 身心里全线上 你看哦 一开始只是一个眼光 注释十架 到最后一个高峰是 他将他所有的生命 都献给神 这四节当中是有铺陈的 所以我很难想象中间 随便抽掉一节的时候 那那个铺陈的东西 就缺了一块 所以不要因为时间的因素 就要只唱两节 或等等 那更糟糕的是 如果只唱到第三节 第四节 有些诗歌 第三节还没结束呢 而且是还在 可能还在忧伤什么当中 第四节带出的是盼望光明的 一个肯定 就是一个信息 那我们的信仰 最后一定是在 是有信心 进入一个盼望当中的 所以不能随便删减 对我而言 所以牧者在选择唱圣诗的时候 请尽量完整的唱 对 就像那个诗篇 对不对 即使是哀歌 他到最后都是盼望的 然后都是赞美声 他就像你把哀歌 只唱到前面那个部分 然后你只有哀伤而言 可是其实诗人是要 带你去把盼望跟举目向神 而且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老的诗词的作者 他们其实很多都是 要我们敬拜是 注目向神 注目向天 对不对 那个国度的 不是今生今世的东西 所以你看看就是说 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我们现在的这种诗歌 我很好奇就是 你就内容 歌词的内容 这些音乐的形式 你也知道 我们以前是主歌 然后有几节歌词 然后副歌 那现在的诗歌就是 有主歌有副歌 可是接下来就是有一堆bridge 很多bridge 还可以反复唱很多词 他们宁可在bridge那种同样的词汇 那绕来绕去有没有这样子 然后不想要唱五节歌词 这是我观察到的这样子 就觉得好像 you know 他们喜欢节奏上的那种变换 可是没有那么在意 歌词本身是我现在正在对神的颂唱 或者我的祈祷 或者这应该是表达我的灵性 表达我的神学 我的祷告 那你对于像现代 我不知道 像现代诗歌跟传统诗歌之间 这种差异 到底是什么 有时候你说时间 因为你刚刚说时间 赶时间 可是我觉得好像不是时间 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 不够了解圣诗的神学 然后我们现在的这种 方便面素食面一样的诗歌 它的歌词好简单好简洁 的确你刚刚提到 传统诗歌需要把歌词 我们可以再做 一些字句翻译 我们再去整理更好 或者曲调可以换过 你刚刚也讲 那到底我们现在 你可以对照一下 就是从音乐 歌词 整个形式上面 传统圣诗 圣诗跟现代的音乐 你会做一些 什么样的比较 然后给我们一些 什么建议 好 我想 这个 我先从它的内容 开始说起 所以说传统圣诗 基本上它是比较多方面性 它包括颂赞 包括祈求 包括神学 包括灵修 各方面各方面的一个层面 都包含了 然后现在敬拜赞美的短歌 我觉得比较倾向是 个人的一个感受的诉求 或是表达 譬如说我很多歌 就是那个 神你真好 你真好 或是说我爱你 我爱你这样子 就是说很多 一哇哥 一哇哥 对对对 可以唱很多次 真的真的 对 所以但是圣诗当中 他描述神的好的时候 或是说神的爱的时候 是很是有很丰富的 嗯 内容的 那个 已经去世了 一个叫 Eric Routley 那个是一个很很 那个才是真的圣诗学专家 Eric Routley 一个英国的 他本身的背景也是 呃 济世牧师 就像毅宁一样 小明老师一样 济世牧师又是音乐家 他他就讲了 圣诗里面的那个歌词 常常替我们 因为诗神写出来 真的是文学造语 神学什么 还有他跟神的关系等等 非常丰富 其实常常替我们 表达出我们想讲的东西 好 所以是非常rich 非常丰富的 有时候我们有一些感受 我们都还讲不出来 可是你看到诗人 都已经写出来了 圣诗里面有这个功能 绝对有 非常丰富 哈 不见得每部分都打动我的心 但是一定有某部分 替我讲出了我的感受 可是如果短歌的话 我实在很难想象说 当我唱一唱我爱你的时候 那个 里面真的是 我 不好意思用那个字哈 真的是 比较贫 嗯嗯 对他就是 没有什么东西 这样子哈 那我也可以举个例子哈 比如说 等一下我把那个诗课找出来哈 比如说 查理威斯里写的那个 那个 一首 Lover of my soul 就是Jesus love of my soul 就是我灵魂的爱人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亲密的表达 耶稣爱我灵的主 对对对 每个翻译不太一样 就是这样哈 然后 小明老师再说一次 那个名字 耶稣爱我灵的主 OK 你的翻译是这样哈 好 然后你看哦 其实那个 Lover of my soul 是非常亲密的一种表达方式 你看查理威斯里在圣诗当中 用这么亲密的字眼 描述他跟耶稣的关系 所以那种热情 passion 不会输给 不会输给现代这个短歌里面讲说 耶稣我爱你 不会 但是 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我不想要批判任何东西 但是我们可以对照看一下 对照看一下 就说这个差异在哪里 比如说如果说 我就想说 耶稣我爱你 欢唱 耶稣我爱你 用我全心全意 耶稣我爱你 耶稣你是我的最爱 我爱你 类似这样的歌词 好可以唱很多遍 对不对 好那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那个查理威斯里 怎么形容耶稣是他灵魂的爱人 他说耶稣灵魂的爱人 求你许我来藏身 正当波浪滚滚进 正当风雨震震景 藏我 欧主求藏我 直到今生风波过 迎我平安进天门 至终求接我灵魂 光是这样一节歌词 他都有在讲说 我们人生历程当中 他遇到困难的时候 是耶稣帮助他 遮盖他 成为他的避难所 而且一路隐隐他 平安进天门 光是一节歌词 就有这个神学的意涵 光是一节 那他还有很多节 后面很多节 所以这样对照一下 就是当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 真的是很多东西说出了我们的感受 同时我们的声音也被喂养 同时我们也被真理一再的在提醒 这个是短歌比较没有办法供应的东西 比如刚刚我讲的就是说 刚刚那个歌词 或是另外一首也是讲神的爱 就是说你的爱对我坚定不移 感谢你的恩典和怜悯 然后有一首歌从我心升起 只想单单敬拜你 然后接下来就一直唱 耶稣我爱你 耶稣我爱你 耶稣我爱你这样 跟查理卫斯里所写 他说主啊你是我所需 够我一切还有余 软弱跌倒你扶持 疾病瞎眼你医治 你明至义至圣洁 我全不亦满罪孽 我是邪恶美良善 真理恩典你充满 你看这个地方 每一节都在讲神对我们的爱 还有我们跟他的关系 这真的是在短歌当中 比较看不见的 所以都在讲 你看灵魂的爱人 然后说耶稣我爱你 都是一种很深的很亲密的爱 但是描述出来那个内容 差异性是蛮大的 所以听众或者说我们的弟兄姐妹 你自己可以选择你希望你的生命被什么内容所喂养 那我是觉得圣事里面不仅有教育提醒 还有说真的也替我们表达出我们的信仰 我就想起啊 因为我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 我就觉得你讲的东西很像我们讲的美食的东西 尤其我们在法国 那些法国厨师是非常非常讨厌麦当劳的 素食 对 而且他们觉得说 为什么吃薯条都要沾番茄酱呢 你知道法国人绝对不会只沾番茄酱的 它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味道 对 然后包括法国人用的薯条 要用新鲜的薯条 他不会用冷冻的薯条 可是素食文化就是允许你单点薯条 然后薯条吃到饱 好 我用这样来讲就是说 我觉得很多短歌的文化 事实上是在这个消费主义的情况里面 让顾客自己选择 所以他可以偏食 我们现在很多的会中就是偏食 我竟然我就是要薯条出到饱 我不要汉堡 所以他不再能够理解什么叫做套餐 我最近在看一些美食的电视节目 看到一些日本的职人 我们在讲日本职人 他在那个做那个寿司对不对 没有菜单的 你做进去 他就一道一道吃到你觉得够为止 这叫Omakase Omakase 可是这个厨师 他会选择食材 他知道怎么样的头顾客所好 他不会用一道的一种生育品 让你吃到饱 不会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我们圣师的 跟现在这个在美短歌中间的这个张力 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把某一些决定权下放 就像你刚刚讲的 好像说他要吃什么我就只好让他吃什么 可是我们做父母的 你知道小孩就是要吃饭才会长大 对 所以这个对于生命的喂养 圣师其实还扮演一些角色 你要不要谈谈你的一些经历 你觉得你的属灵生命怎么样经过圣师 对你生命有一些很真实的一些喂养 好 我先提一下潘霍华 就是那个纳粹时期的那位 那个我他算是我基本上是非常喜欢 也是最喜欢的一位神学家 他在那个关在集中营当中的时候 面对那个里面的一个状况 他用争宁这两字来形容 他说他怎么 他怎么去面对这个争宁的一种 气氛氛围跟状况 他就是背诵一手有一手的圣师 他说当他背诵一手有一手圣师的时候 让他脱离了那个心理的那种困境 肉体已经在困境当中 可是他心灵的自由是透过背诵一手一手的圣师 对 所以他说他等于是倚靠他过去 进集中营之前 他过去的生命所接受的那个信仰资产 在面对集中营这个考验 所以他用一手一手圣师 让他能够解脱 那个心灵的解脱跟自由 对 然后另外他的一个故事也是很感人 他在最后要上脚型台的时候 他只有跪下来简单做个祷告 就走上 从容的走上脚型台 那就吊死了 然后有那个脚型台的 在旁边的一位医生 后来讲说他从汤霍华 到最后那个要上脚型台 去受死的那个状态 他知道他所信的那位上帝是真的 所以反过来讲就是说 我们生命中到底什么东西喂养了我们 就像刚才义民讲 如果我是一个偏食的 我只吃素食 我只吃信仰的素食 我只要简单的东西 那从生理的角度 你就可以想到我们会 最后会产生很多疾病的 不管是肥胖 或者说高糖膏什么等等 很多疾病 那是不是从属灵信仰生命来看 很多东西是不是也会产生问题 因为这是同一个定律 我只吃某些东西 我只吃我想要我喜欢我感觉良好的东西 有时候有时候那个那个什么 问弟兄姐妹说 或是以前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 你为什么选择有诗歌 他说因为我觉得很好听我喜欢 他就讲不出其他的一个客观理由 他也没有从说他所服侍的对象的角度 去为他们做选择 是不是让他们可以更好更成长 所以我刚才讲说 真的是人生当中困境非常多 我自己从圣诗的很多歌词当中 得到很多的喂养 那个有人说 我是什么四平八文的人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看 就是说不管在什么场合 都是四平八文 我觉得那个生命的根基来自于我跟神的关系 那圣诗当中太多歌词真的是喂养 喂养我的神明 我对于比较 不能这样讲 就是那个短歌类的东西 我实在很难想象说 只有简单的几句话 提光了我们什么去思想 或是去默想 或是去反思 或是去 怎么讲 就是消化 实在是没有什么材料 应该这样讲 没有什么材料 没有什么素材在当中 所以 我有一次经历就是唱你真伟大 其实人都有低潮的时候 我也 我也非常 我也会有经历低潮的时候 那时候 那次我没有私行 我通常都坐在私行的位置 那次我在下面敬拜 我是唱不出声音 我也没有 我就觉得很低沉 如果我凭感觉要敬拜神 我觉得我敬拜不起来 可是唱到副歌 我听到副歌说 我灵歌唱 神造我们的时候 在我身上吹一口气 就是那个灵 所以我跟神讲说 我感觉不能敬拜你 你造我的时候 我用心灵跟诚实敬拜你 我愿意 我愿意 你知道当我这样说的时候 我整个那个 整个那个重担全脱落 然后我要讲的是说 圣事也是可以帮我们遇见神的 不是只有在感觉当中的短歌 讲求那种感觉 诉求的东西 才能让我们遇见神 事实上歌词很多东西 都可以帮助我们遇见神 然后 对 我举着就是这个例子 这样子 然后我那天 我的朋友传一个东西 给我看 看那个 就是前一阵子 那个风很大的时候 他们家附近那个树 连根拔起 我有观察到那个树 是非常 根非常浅 也非常细 然后 大家知道 我现在是在关心癌友 就是那个很多癌友 我的确看到很多见证 在跟神的连结的关系 是 是比较稳固的时候 他面对人生困境的时候 的确是比较冷静 比较稳定 不是没有困难 但是我觉得他们比较 可以活出一个超越苦难的生命 苦难还在哦 而且可能死亡的压迫都很大 但是他们就是可以活出一个 超越苦难的生命 不是没有苦难 而是超越苦难 就像刚才讲 潘霍华那个也是一样的 对 他面对的是死刑 但是他活出超越苦难的生命 这样子 是 那个韦依老师 其实就像你刚刚讲的 就是说圣诗里面 他有很多的分类类目 那他几乎都述说 我觉得是他那个述说 我们在生命中 不同的 不同层面的需要 还有就是可能不同礼仪上面 就是婚伤喜庆嘛 对不对 或者是圣诞节 各样的诗歌 所以他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其实你刚刚光在讲 约翰威斯的诗歌 你一天谈到一个东西叫罪 这种罪人本质的东西 你简直是在现在的诗歌 你看不到的 你几乎看不到 他们在很深的去面对自己 是一个罪人的本质 我们比较看不到这样子 我觉得韦老师今天给我们谈的一些东西里面 特别的是帮助我们去思考的就是 原来圣诗是一个灵修的材料 而且它是可以是你的生命 就像你刚刚说那个树渣根 有没有 因为很丰富的东西 其实你刚刚在讲的时候 我超级觉得很可惜的就是说 因为文字在当代是弱化的 文字是被弱化的 我们大家喜欢什么 来你跟我讲好了 什么懒人包好了这样子 你给我讲一个懒人包就好了 要不然就是影像 因为影像替我们给了我们想象力的空间 我们的年代除了自己看电影 只能看文学作品 对不对 我们只能读文学作品 然后我们从这些文学作品中 我们可以想象故事 对不对 我们可以去想象所有的情节 样子 everything 可是今天人其实 他的想象力是被剥夺的 对不起这是我觉得的 很丰富 好莱坞提供我们好棒 好多他们的想象 五一我们也觉得 哇 好amazed的 他们给我们好多东西 可是我相信一件事是 五一老师 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是神所创造的那一位 我们有神的形象样式 那其实这些诗人 也是我们有神形象样式的人 在藉由他们在生命中 那种被神的带领 那种塑造 那种磨砂 就像你讲到的潘霍华 我觉得刚刚那一句话 你在讲他最后上去是 他就这么从容的上去 然后其实一个信仰的真跟假 就是一件事 就是他死的那一刻 因为那是完全是真的 没有是假的这样子 那在你的观察里面就是说 有没有可能我们怎么帮助今天的教会 可以更多的去看重 因为你刚刚讲了 我们我们刚提 小明老师刚刚也提了 可能小明老师也可以再帮助我们想 就今天的教会 好了我们都在短歌时代 对不对 然后这些歌词都好简短好浅显 我真的不知道这种歌词我要想什么 我也觉得我没有神学可以想 对我一个神学老师 我对那种完全我不知道想 那个神学对我来讲 有时候是空洞 有时候甚至于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有些真的是meaningless 我不知道他在凑什么句子这样子 那对我来讲是很辛苦的 那我相信对很多人也可能是 也就是说那我们怎么帮助现在 像我这种神学院老师 那人家就不要听了 我们就是神学院老师 对对对对 你们就喜欢讲神学而已 那你们像从圣师 或你们在戴敬拜里面 怎么帮助现代的 人更能够去喜爱他 我知道你刚前面其实讲了一点点 我们一起来翻译或什么的 还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更多的去帮助 我们现在的教会 我觉得进入到一些比较实际的建议当中 我是希望说教会是不是可以更看重 在礼拜当中那个敬拜的主体 是所有的弟兄姐妹 是所有的弟兄姐妹 而不是台上的 的一小撮人 对 因为台上的人常常选的歌是他们觉得好听的歌而已 对对对对对 今天这群惠众 他就觉得我很喜欢这首歌 还有些人选一些根本没有人会唱的新歌 然后大家完全站在那里发呆而已 对对对 我常观察到现象就是说 其实很可惜的是 当没有把这个敬拜的主体 归回到我们会众所有的弟兄姐妹身上的时候 我们失去的是一种群体性的敬拜 因为因为那个短歌 或是说很多现在contemporary christian song 我认为很多东西其实是不好唱的 我想艺米也可以同意很多切分音 那个对一般切分音的东西 然后节奏很难 对就是给他们演唱的 不是给我们惠众唱的 对对是给音乐团体唱的 所以他写的时候目的就是给一个音乐团体 然后他们在上面唱的很高兴 可是下面我常常看到不容易唱 就是说不好唱 然后所以会变成说 要么就不唱 我真的看了很多人不唱 要么就是那个跟着唱 可是就是里里拉拉这样子 也不能很整齐 所以那个基督徒合一群体 万口同生的那个情况 很难看得到 但是在圣诗当中 我看了好多次 只要他们是对圣诗 那有甚至非常熟悉到 很惊人的很感动的 就一起 那个声音好大 他们熟悉 他们唱出来真的好整齐 那种群体性的敬拜 我觉得在那个 我可以说那种算是一种 演唱会式的一种敬拜方式 比较上面是有一个专业团体 然后下面的弟兄就是跟着这样子 所以所以请把那个主体 敬拜的主体归还给弟兄姐妹 请大家 就是会众唱师嘛 就是会众唱师 对对对 应该是会众唱师 对对 请归还给他们这样子 然后这个这个这个 后面的理论 我刚刚之前有 就是齐赫果的那个崇拜戏剧说 对 他认为真正的那个 唯一的一个观众就是我们的上帝 就是只有我们的神 他在我们当中接受我们所有的敬拜 然后他说他说演员是谁 就是说如果你崇拜 把那个analogy就是 那个把那个崇拜类比成一个戏剧的话 那个真正的演员就是 就是这群弟兄姐妹 所以请把那个请把这个主那个敬拜的主体 全归还给我们的弟兄姐妹这样 然后刚刚讲了说怎么一个 我觉得人都喜欢唱熟悉的诗歌 或许你们很难想象 对我们长老会的信徒而言 那个我们的那个弟兄姐妹 他们觉得圣诗很好唱 外面那些歌很难唱 可是对年轻族群人来讲 他可能觉得圣诗不好唱 然后他们喜欢唱 他们就外面那个东西很酷很好唱 所以我要讲的点就是说 事实上你你的后面的养成教育是什么 你习惯了你也接受了 你就会觉得享受在其中 所以对长老会的信徒而言 唱圣诗是多么自然的一件事情 我们有时候还会放几首那个敬拜赞美的短歌 你就发现声音突然变很小 但是唱圣诗的时候很大声 所以这跟养成教育有关 那我只是要呼吁说 教会的领袖就是我们的牧者 真的蛮重要的 他看不看重圣诗 他知不知道怎么使用圣诗 这些东西在教会会带来改变的 一个牧者如果他是看重圣诗的宝贵 他欣赏他也知道怎么用的话 那个绝对对教会是一个祝福 我喜欢用一种讲法就是说 其实会改变教会的体质的 教会是有体质的 就像我们身体有体质一样 你喂养他按时分量对不对 那你给他唱素食的东西 还是给他唱那个圣诗丰富内涵的东西 这个是会改变弟兄姐妹生命的成长 跟成熟度的 还有教会的体质这样子 那如果要用到比较实际的做法 我想大家常常都有听过 如果是大规模的话 我们有时候会办那个HIM Festival 就是圣诗节庆 圣诗节旗 每个教会推派的代表 就是长老教会吗 你们长老教会 对啊 之前在魏工会我们也办过 就是每个教会 中派性的 每个教会推派诗班去唱圣诗 大家互相观摩学习 然后这个是比较大规模 那如果在教会当中的话 其实可以透过那个一个月 介绍一首新圣诗 不管你是透过写在周报上 然后在礼拜当中安排去唱 一年就可以学到52首新的圣诗 其实很多教 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在看中传统圣诗的教会里面 其实他们会固定唱 一年可能有拿起首圣诗是常唱的 或者下一年是哪些诗歌 所以事实上是 是啊 我如果歌词都不熟 我没办法敬拜神啊 谁都一样啊 对不对 那年轻人 我现在讲就是说 我们看中唱 唱诗在敬拜的时候 因为我们希望我自己 就是我对神送唱 我们的想法是我们对神送唱 可是对很多年轻人讲 我现在在观察 所谓的这些现代的短歌 我发现他们是在跟唱 就是上面的人唱 我就跟着唱 演唱会式的 对演唱会式 那他不唱 或者他唱的好 我不熟的歌没外 他唱就好了 我想说 那不是你在敬拜神吗 为什么是他在敬拜神 所以我们其实真的很需要 在当代的教会里面 有更多可以跟教会分享的 小明也可以给我们一些 尤其是我觉得小明 是很有很多 对这样的看见 我最近有这样的觉悟了 我也觉得说 可能神在我身上 有一些装备 我如果一直埋在地上不用 也不太好 所以我就开始 每天早上有一个灵修的分享 而且我每天早上 选一首圣诗 所以这样一年下来 我可以录365首 不是52首 是365首 那我就会回去 不是只是从圣诗集里面找 我也会从青年圣歌 也就是所谓 那个年代 1970 1980年代的福音诗歌 可能那时候 那样的诗歌 刚刚出来的时候 他面向的 可能不是在敬拜礼仪里面 而是在布道会 或是在一些青年团契里面 可是那里面有很多很多 他们的生命的经历 那里面有很多很多 他们见证神 在他们身上的医治 神在他们身上的改变 神在他们心里面的安慰 我都觉得这些歌 都是应该被流传的 只是很可惜 我觉得现在有一个 我看到的问题 就是好像创新变成唯一的价值 实用主义挂帅以后 实用创新变成唯一的价值 所以大家就不喜欢去这个古典的 基督教的宝藏里面去拿东西了 就让这些圣诗集就蒙尘 就是上面都长灰了 也不愿意拿来用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惜的 你明明家财万贯 你还要去外面乞讨 那这是真是很可惜的 所以作为牧者 我觉得我自己心里面也有这个awareness 不过对于主日敬拜 我们能够影响也很有限 因为真的时间越来越紧缩 然后里面需要放进一些元素越来越多 所以唱诗在美好像也被压缩到一个程度里面 那在有一些比较零恩运动影响的话 他们唱诗不能缩短 那只好去缩短讲道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看见的问题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维真事工 我们希望能够在敬拜上面维护真理 重新能够反扑归真 让敬拜能够回归到清晰的神学 是 我们非常谢谢今天维一老师来谈的整个的内容 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到这里 那维一老师还有很多东西 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下一次继续再谈 特别是今天真的能够把圣诗 其实他应该是对生命有很大的影响 很重要的影响 甚至还可以灵修 我们希望可以更多把这些观念带给教会 那希望下一次还有机会再请维一老师继续来谈 其实他还有好多东西可以谈 他也还有很多很丰富的经验 特别是他其实自己用他在圣诗塑造他的生命上 他现在就是在帮助那些生命面临那种绝望或者失望 没有盼望的一些癌症病人身上 那怎么样子让我们的生命真的藉由我们自己敬拜神 或者跟别人一起敬拜神可以更丰富 我觉得这是我们卫生会客室都一直希望可以继续努力的方向 把这些观念更继续的去传播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就一起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拜拜 拜拜 大家下回见 remed beds 我们下回见 除了 要衣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